能自我,硬汗痴,拼出一身痴 流汗血,順赤心,追藏大意見 生命作倒住 歡迎收看警訊 Kevin,夏日艷艷,你會做些甚麼去銷鼠呢? 這陣子放假,主要都是陪兩個兒子去玩 想起以前有空可以去旅行 打籃球又或者和朋友出海釣魚真是很開心的 說到釣魚,KJ有沒有試過出海釣魚呢? 我就未試過,不過我有朋友告訴我 他們會租艇,然後叫船家載他們去一些比較深海的地方 因為他們說那裏釣的魚活多些和大條些 釣魚真是一個有益身心的活動 可以置身在廣闊的海邊或者海中心 和魚鬥智鬥力都頗有趣味性 而近年亦多了朋友參與基調的活動 意思即是在突出水面上的岩石 或者礁石上釣魚 基調雖然是一種比較靜態的活動 但其實都有不少安全事項需要大家注意 我們一起看看以下的片段 在香港涉及基調的意外 在內間中都有發生 而基調是一項具有危險性的活動 所以有些安全事項大家是需要注意的 今天為何有興趣叫我出來釣魚 文龍說我們平時偷鞋擺便多 今天搞健康一點活動出來釣魚 這樣就對了,你知道嗎 我小時候經常釣魚 已經出名了 魚王堅就是我了 是不是的,你看看你今天的裝備 適合了,防水鞋 短褲,T叔 適合今天釣魚的裝促 天文台說一號風頭 不是呀,外面多風明浪靜呀 你說呀,你看看那邊 正在下雨呀 慢一會兒沒有船 照我們怎麼辦 不怕,有錢就有船 天哥,難道有錢不賺嗎 你有錢嗎 你說的,可以吧 天哥,麻煩我一會兒叫你 好,你一會兒叫我 再見… 真的沒有下魚了 見哥,我都說是過雲魚 那你去哪裡釣呀 喂,你作主 呃,前面都是石堆呀 好呀 哇,很多魚呀 喂,怎樣 就這裡吧 好呀 是我出動的時候 讓我表演怎樣釣魚給你看 拿餐廳來 我看你怎樣表演 喂,看近一點 好大魚呀 看來是過雲魚而已 你說過雲魚 不是呀,殺到來呀 最壞都是你 釣什麼魚呢 還要來這樣的地方釣魚 夜龍釣我來的 不是你呀 你跟我想一下,如果一會兒沒有船 那怎麼辦 我才有船呀 有船呀 有船呀,未必有船呀 你打風呀,知道嗎 加馬咯 加馬 他不來那怎麼辦 打狗狗狗,告狗 我跟傻人聊天 有船呀 走呀,不是吊了 不吊嗎 真的,走呀 走呀 看著呀 嘩,停了雨呀 嘩,剛才那一股雨真的好大 整身濕透 喂,三部風球了 還不打給全家 喂, 沒人聽啊, 不是這麼嚴重啊 那怎麼辦啊 那我們就流落荒島 我也說了你, 打風下雨就不要出來釣魚了 你們看看怎麼辦 我們找地方躲, 真是有場雨又來過 那去哪裡啊 後面躲, 游回 看看有沒有船經過 喂, 有船 喂 喂 阿Sir 打風還來釣魚? 救生衣又沒有, 看一雙鞋 走啊, 危險啊 謝謝阿Sir 都說了你了, 下次你不要預料我 又是你啊 拜拜 拜拜 你們三個算幸運了 幸運有水晶輪經過, 救了你們 下次不要了 遇到沒有 謝謝先生 基釣是只在基石上垂釣 大家看完剛才的片段之後 都知道這項活動是有一定的危險性 除了變化莫測的天氣之外 裝備也很重要 在出海基釣之前 我們首要考慮天氣和海浪的情況 當遇到颱風和強烈季後封信號的時候 我們是絕對不會出海基釣的 在基釣活動裡 我們除了有基本的釣魚工具 包括魚缸、鯉袋之外 我們還需要一些個人的保護裝備 包括太陽帽和太陽眼鏡 保護我們免受烈日的傷害 基釣活動 顧名思義 我們會在一些尖銳和濕滑的岩石上面 進行垂釣 為了避免我們的雙手被岩石割傷 我們需要一對安全的手套 而一些濕滑的岩石上面 我們要穿一對安全的基釣釣鞋 避免滑倒 最後 如果我們被一些洶湧的大浪捲到海 一件救生衣可以確保我們的安全 在基釣的時候 除了要穿著一套專業的裝備 梁Sir 還有甚麼安全小貼士要提醒大家呢 是呀,Ruby 很多時悲劇的發生 都是因為一連串的人為疏忽而引起 在基釣的時候 應該穿著輕便的衣物 如果不幸墮海 都可以方便游泳脫險 當然 最好穿著救生衣 還有千萬不要一邊基釣一邊喝酒 因為這樣做會大大增加跌落海的機會 如果吃了會令人紛紛肉碎的藥物 就盡量不要去基釣了 在選擇基釣位置的時候 不要選擇一些偏僻 或者手機收不到訊號的地方 我在這裡都奉勸未去過基釣的朋友 切勿默默然去 因為這樣做是非常危險的 另外 我亦都奉勸各位市民 切勿單獨前往基釣 最少要有三人同行 事前應該詢問身邊 有基釣經驗的人士 出海前 必須了解當日的天氣 海面狀況 和潮水漲退的時間 並以當日早晨的天氣預報為準 如果天氣或海面情況惡劣 就應該改期 不要出海釣魚了 還有大家在出海之前 記得和親友交代出海的目的 釣魚的地點 和返航的最後時間 這樣做就可以玩得開心又放心了 大家謹記上述的忠谷 在進行這一類型的活動之前 記得要先提高警覺 以安全為先 因為萬一悲劇發生了 真是後悔都太遲了 除此之外 在出發之前 亦都要留意天氣的情況 如果好像片段入面 明知打風依然出海基釣的話 這種行為其實是要不得的 除了自治山的安全於不顧 亦都要勞煩拯救部門去協助 萬一當時的環境再兇險些 拯救人員是很可能都有性命的危險 如果因為這樣而連累到其他人 其實這種行為是非常自私 KJ說得真是沒錯 如果在可以避免的情況下 仍然選擇把自己身陷險境 真的很愚蠢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合作 盡量避免在惡劣的情況下 仍然進行戶外的活動 接下來有一宗關於失蹤人士的個案 希望大家可以提供消息 協助警方調查 這位老人家叫譚康英 她在2016年5月16日 離開了愛民村的住所之後 就不知所蹤 她當時是86歲 身高1.65米 瘦身材 圓面型 白色的頭髮 而她失蹤的時候 是穿著淺色的襯衫 深色的長褲和深色的外套 黑色的鞋 拿著一個黑色的袋和一支拐杖 如果大家有任何消息 可以提供被警方協助調查的話 請聯絡西九龍總區 失蹤人口調查組 電話是3661-8037 如果大家有留意新聞 亦都會知道 全球不同的地方 不時都會有恐怖襲擊 香港作為國際城市 雖然未有情報顯示 會受到明顯的恐襲威脅 但是我們不能否定在香港 發生任何形式的恐襲 或者突發事件 為了日後應對在不同情況下 可能發生的恐襲或者突發事件 早前在機場 就舉行了一個跨部門大型的事故演習 而下一節回來 我們就會為大家送上演習的情況 千萬不要走開